假扮身份被抓包立刻下跪求饶 韩剧的坏女人就算做坏事 还是死不认错 简直是未达目的不择手段 想灭孔 拼个你死我活 韩剧舞的女儿情四月 女配角超级腹黑 不只掳走证人还故意开快车 没想到真发生车祸 她救人之前还要谈条件 条件谈不拢 干脆见死不救 尽管剧情撒狗血 但观众边看边骂 都想等到女配角受报应那天 反而让韩剧创下高收视 因此每部戏的女儿 几乎都在比邪恶 为了抢男人 料狠话没在客气 甚至动手动脚都来了 曾经在韩国创下 百分之四十收视率的 超夯韩剧华丽的对决 也是靠着女配角使坏 斗法女主角 让观众看了恨得牙痒痒 不看又觉得动尾条 截正宗李全台报道